你好 我不是變態 我是白菜 今天要做O型 很高興的是你 出發 走 就算自己的生命突然發作了 我會陪著你 是要穿下來 要做我啊 做過要等你的病痕 所以我一直在等你 永遠不離開 你願意相信我嗎 你願意相信我嗎 你願意嫁給我嗎 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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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我沒有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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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 你就發現 那個時段全部都是誰 嫁給他 都是一樣的字 後面才去找他的名字 才找到 就聯絡他 能不能就是問說 我們為什麼會在那邊求婚 就是一樣說 為什麼啊 你們怎麼相處的 發現說 我有這個故事 之後他想說 能不能拍那個微電影這樣 他們一直跟我說 有那個造景很漂亮 然後我們就跑去 我們就一群人 跑去那邊廠刊 我們就去在那邊找 然後結果我們就看到那個樹 所以我們後來就決定要在那個 我們那個時候還在演 因為他旁邊有一個告示牌 然後他就有說 那個東西要怎麼弄 怎麼弄 對 所以他們就在那邊試 試著要打 但是 因為那個時候可能我們 沒有等很久 所以他的字都沒有出現 對 但是我們還是決定要在 那個地方求婚 阿借說他要 帶小孩去那邊玩 我們大家一起去找他 玩小孩 對 然後我就帶他去 那後來就是 一去的時候他的閨蜜就 出現把他抓走 對 然後我就趕快衝去另外一邊換衣服 然後我 因為他那個演藝廳是這樣繞一圈的 所以他要從這個方向走過來 然後我就在每一個點都放 投放了一個他認識的人 然後拿花給他 然後到最後是我的朋友 到最後是樹下就是我 這樣 我想用我的生命的全部去保護你 照顧你 給你幸福 我想每天起床睜開眼 第一眼看到的都是你 我喜歡你的頭髮 我喜歡你的眼睛 我喜歡你的鼻子 我喜歡你的嘴唇 我喜歡你的善良 我喜歡你的天真 我喜歡你的呆萌 我喜歡全部的你 因為是你 所以很愛 雖然我沒有參與你23歲以前的人生 但我希望我可以陪伴你接下來所有的日子 五年前我問過你 你要當我胸巴巴的女朋友 還是我當你溫柔的男朋友 有啊 就是很嚴重那時候啊 就是 我連拿手機都 沒力氣耶 連滑都沒力氣 那時候就是覺得 跟人家在一起好像真的是拖累人家 我覺得啦 真的不想跟人家交啊 真的 連社交也不會想 因為就是只能想要在家 因為真的沒力啊 你只會起來 就是 就是起來吃飯吃完飯 就是很像 你鐵腿 但是 你不會痛 你有沒有應該知道這個症狀之後 嚇到你 沒有 我個人是覺得 可是我就喜歡他啊 所以其他對我來說不太重要 反正我喜歡他 就這樣 出去玩還是什麼 像那個我們去新栽橋 走到一半我就沒辦法走了 像我們去那個 那個什麼牽鳥 牽什麼格 牽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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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次也要走上去 我沒辦法 我爬不上去 但是他沒有來過 他很想要上去 之後我就覺得 我真的連這樣走上去都沒辦法 之後我就有點難過這樣 之後到後面有 他說叫我這邊休息 他自己上去 他就馬上衝上去拍完照 我立馬走一圈就下來 再衝下來 立馬繞一圈 好結束 好我有來過這樣就好了 就好之後 他是什麼情況下跟我講的去了 有一次我好像 因為愛漂亮 我有在吃類固醇 我把類固醇沒有吃 之後後來就很嚴重 住院住半個月 也是住院 每次要就沒辦法控制 之後住院住半個月之後 那個就是我連下床都沒辦法下床 就是我半個月都是躺在床上的 就是醫生也不讓你下床 就算你可以下來也不行 如果上廁所就是要人服務者這樣 之後他後來就是 我有跟他講就是我住院這樣 後來就是說 我沒有講很特別是什麼 到他來這邊的時候 醫生有跟他講說 還有給他一個 單子 手冊 一個 如何認識重症幾乎的手冊 他還回去喔 蠻感動的是 那時候才剛在一起 沒幾個月吧 好像兩三個月 對 之後他 就是他就會在那邊插電腦 打開在那邊插電腦 去他家那個帳 就是放在他的座子上 他在那邊 就是圈起來 對做筆記 對 他的藥拿回來要分一些給我 我也要放身上這樣 以備不時之需啊 就是他 假設他沒帶 我就會馬上有 這樣 身上都有帶藥 有啊 但是我這裡剩一顆耶 這是你第一配的喔 對啊 這個就是 身上要放的藥啊 我找一下 他的 我這裡剩一個 大力丸剩一顆而已 對 原本是一排 他吃了我就慢慢撕掉這樣 所以他要 心要回來的時候 要給我一些 這樣 留著 因為 因為其實他 他有時候他自己不會發現 所以我通常我都會 如果我跟他在一起 我會算四個小時 要吃一次 對 因為他有時候 那他那個 眼皮會慢慢掉下來 啊 那個他自己會沒辦法發現 就是 就 就明顯的是眼皮的時候 我看會比較明顯 對 看眼皮是最明顯 他眼皮這個就會 慢慢的下來 可是我不會感覺到 對 他自己本身是不會感覺到 你眼皮有下垂 但是 旁邊的人會 我自己啦 我自己會馬上發現 所以我就會問他說 你上一次吃藥是幾點 啊 算四個小時就該吃藥 開他的車 還沒結婚的時候 開他的車 之後被後面的車撞 之後 還蠻印象清楚的 就是 我朋友 因為我知道我朋友 我朋友打給他老公 欸我們被撞了 他老公回一句說 誰叫你出去啊 之後 但是我馬上打電話給他 因為他很 很愛車 就是連刮傷都不行的那種 之後有可能我開門撞到那個 他也不會罵我 之後 他是一個很愛車的人 全部我朋友都是知道的 之後 那時候車被撞 還剛買不到七個月 之後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 我被撞了 他沒有問車怎樣 他問我有沒有怎樣 之後就馬上 而且那時候高速公路喔 他馬上請朋友開車來 直接從高速公路下車 之後第一見面就先抱我這樣 我那時候真的超感動 我那時候就想說如果 真的這個人不嫁 我真的找不到第二個人 就是打著燈頭 我真的找不到那種 就忍真的很好欸 你每一次的溫柔我都想炫耀 我們繞了這麼愛車才遇到 我比誰都更明白你的重要 這麼久了我就決定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